我是一个对校园生活对于学校特别有感情的人 其中可以说最怀念的一段生活就是高中在绘文的三年 这一次要写这样一首校园歌曲 我也是想象着原来高中的生活来写了这样一首歌 这次又能够回到绘文和原来的老同学和原来的教过我们的老师一起来拍这首MV 我也是心里非常的高兴 高中的生活学习可能很多朋友一想起来就是非常的劳累非常的痛苦 但是当时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 那就是美好而且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美好 有非常好的老师也有很好的同学 所以可以说对于他们我是饱含深情的来写的这个歌词 其中有一句歌词呢我写的是 人生漫长的短暂定格在昨天 为什么说又漫长又短暂呢 可以说当时当学生的时候呢 总觉得有上不完的课有考不完的事 好像这个学习的生活非常的漫长 但是其实真正毕业之后走向了社会呢 又觉得校园的生活那么美好又那么短暂 对于整个人生来说那种单纯的时光实在是太短了 歌词里面还唱到呢 说再见 可能再见 在不经意的时间 你看我一张笑脸 似水流年 你喊我的一瞬间 往日重现 可以说大概无论过去多少年 我看到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 大概都是这样一种心情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有值得回忆的校园时光 希望这一首歌呢 也能够把您带回当时的青春年画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